入秋之后天气渐渐的转凉了 其实也是适合香草植物生长的季节 在这个时候不妨种一些香草植物 还能够达到驱蚊的效果 而到底种什么香草植物好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长期协助防疫登革热的 三重陈德里的里长太太 她怎么说 三重区陈德里拥有一个植物银行 里面种植了多种香草植物 里内还曾经用这些香草植物来做防蚊液 其实如果不会做防蚊液 单纯种植香草植物也有驱蚊的效果 其实所有的香草植物 只要植物它本身会散发出味道的 都会有驱蚊的效果 那一般的防蚊的话 就是说例如说我们种在室内 或者户外有味道的香草植物 它可以驱蚊 包括万寿局 左手厢等香草植物 只要稍加搓揉叶片 就可以闻到正正的清香 直接涂抹在皮肤裸露出来的部位 透过风吹叶片的摩擦 释放出这些植物的香气 既能驱蚊又可以让空气更芳香 计较沈重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